这次普京终于来了 随着普京乘坐飞机抵达北京 开启了他2023年的首次访华之旅 众所周知 俄罗斯现在是内忧外患 即使强大如普京 想必一定也会很头疼 那么在这个关键的节点上 普京是来干嘛的呢 其实普京本次访华有三件大事要办 这对于中国而言 无疑是一次机遇 第一件事 参加一带一路论坛 其实早在7月份 就传出普京要访华的消息 俄罗斯方面透露 普京计划去中国参加 10月的一带一路论坛 如今10月一到 普京果然如期而至 一带一路论坛是什么 为何普京一定要来 一带一路论坛全成为第三届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这是全球重要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 有140多个国家 30多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 俄罗斯作为我国周边重要领 原本普京出席一带一路论坛 是很正常的 但受俄乌冲突影响 普京一直被西方国家所抵制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席规模如此大的外交盛会了 过去一段时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G20第18次峰会 以及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78届联合国大会 普京全部缺席 而这次一带一路论坛是中国搭建的外交舞台 只要中国欢迎普京 美国等西方国家无法阻止 第二件事 推动人民币与卢布之间的结算 要知道在过去 世界各国都是以美元作为结算的 但随着中美中俄关系的转变 美元结算对中俄越来越不利 有了一带一路的搭建 可以进一步推动人民币与卢布之间的本币结算 届时中俄商贸将更进一步 其实在此之前 已经有多个国家与中国签订了人民币结算协议 如今俄国也有签订协议的打算 这势必对人民币结算在世界范围的推动有着很大注意 第三件事 讨论俄罗斯向中国输送能源的新路线 众所周知 俄罗斯是能源大国 在俄罗斯广袤的土地上 蕴含着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 在俄乌战争前 俄罗斯的能源会顺着管道输送到欧洲和中亚地区 但在俄乌战争爆发后 西方世界敌对俄罗斯 对俄罗斯进行了经济封锁 不愿意再购买和使用俄国的能源 这就使得俄罗斯的能源滞销 严重影响了本国经济 而中国恰好是一个缺乏能源的国家 俄罗斯滞销的能源可以送到中国互惠互利 如今中俄正在努力建设西伯利亚力量2天然气管线 原本计划修到日韩的三汉林油气管道 也计划改线到中国黑龙江 相信不久的将来 中国百姓就可以足不出户 用到俄罗斯的能源 以上就是普京此次前来要办的三件大事 无论是一带一路 货币交换和结算协议 还是能源运输 都是对中国有好处的事情 这是中方的又一次机遇 自从俄乌战争以来 普京和俄罗斯都备受打击 如今终于乘出江湖 让我们一起期待 普京本次访华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吧 大家对普京本次访华有何期待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我们下期再会 我们下期待 感谢观看